Hello 大家好 我们这边想抓点鱼之后 或者是再抓点小螃蟹之类的 就这样子做 这样子拿水到田里面 然后下面的水全部会干 砍了之后就好抓那些小鱼仔 还有小螃蟹之类的拿来看草 或者是拿河伯来煮水 跟西红柿煮的话特别是很美味的 我们现在下去看看他们怎么做 现在目前水已经干了 然后我们下去跟他们去抓鱼 Hello 有没有抓到鱼 鱼有意思啊 我抓一条给你看 这种鱼非常美味 所以农村卖一斤都要两三百块 但是我们不会卖的拿来吃 来你们留一下啊 下面水已经怎么干 然后咱们趁在抓一斤青春 晚上要买买的吃一张 看着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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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会有一张 这种鱼 看着它 在砂糖裡 咱们也放在这里 看着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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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种鱼 有的 看着它 这种鱼是最大的 咱们拿这个网来弄一下 捧着好多鱼 自己会装进去的 这个就是我刚刚放的陷阱 现在我们捞出来看一样 里面有多少鱼 这么多 今晚够搓一顿了 目前已经有这么多了 应该有个五分左右 你看 还是挺大的 你看 现在总是蛮好吃的 我不知道这种鱼叫什么鱼 等一下给我放生鱼 这个应该也够五六个人 等于吃一盏了 晚上又是美味 好了 咱已经就分享到这了 回家就吃了 现在太阳已经落山了 好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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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嘞